大家好,我们继续讲解孔子论语,今天开始讲泰伯片,第一节 子曰:"泰伯,其可谓智德也依,三以天下让,明无德而成焉。 太伯呢,根据孔子这个描述呢,就是一个贤人,一个圣人,你在孔子后面的描述当中,就把它描绘成是一个智德,智呢,就是从地里长出来的东西呢,改长果子,长果子,改成财,成财了,就是长成达到,那么也可以延伸为极致, 已经不能再好了,你长果子已经就是长果子,你比如说麦子,刀子,那已经都成熟了嘛,你再停在那,它也就是到那个样子了,就是再不会往前发展了嘛,那么再发展就是再来一个轮回了嘛,就是再去这个有一次生命,它的种子再一次生命的过程,那么树果子也是如此, 什么,比如说板栗啊,核桃啊,枣啊,等等这些果子,那也是,就到极致了,你再发展就烂掉了,那就是又那个,所以这个地方那个智呢,就可以说是极致的意思。 嗯,德呢,嗯,德呢,就是我们人从道处,啊,搞到的,啊,就叫德,那么,所以说天道仁德,那么他已经达到最高的德了,那也就是说是得到了,那就是圣人啊,那就是,嗯,觉悟了的人嘛,就成功做成人的人,嗯,那么, 在这个地方呢,就说,啊,泰伯这个人,啊,从,已经可以说是得到了,那么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三以天下让,三呢,这个字呢,在古代这个,韩国名泰国,嗯,一二三的三,啊,我们祖宗是用它来记录的,但是这个,呃,记录呢,最早这个三不是用来记录说这个,就是三那个数字, 三个数字呢,就是用绳子扣来扣,啊,记的,那么绳子是记录的,那么这个三呢,就是,嗯,我以前跟大家分享过,就是说,有文字呢,实际上是对一个人的,禁用的记录,记录人的,描述人,哎,之间的事儿,得用文字后来发展起来了,那么,这个三呢,你上面一画代表天,啊,底下一画代表地,中间代表人,也代表人, 气,啊,也可以代表万物,所以三这个字呢,很广泛,也可以当数字三,也可以将,啊,这个,山河大地,啊,动植物,啊,还可以代表这个气体的气,也可以代表有灵性的东西,因为流行的东西,啊,通常要传气嘛,那我们祖宗通过,我们人要传气,动物要传气,知道,那么这,人呢,实际上就是气,这是后来演变,以后跟大家分享, 那么,包括植物,可能祖宗那时候不知道,但他也知道植物有灵性,那么,所以这个,三呢,嗯,许多学者呢,就说这,翻译成多次,包括什么,说,啊,我日省,呃,三自省勿身,啊,那么,那个三也是多次,实际上呢,我比较信用于,说总是, 因为他已经潜意默化,自觉,这个,形成一种,啊,就是潜意识的行为,那么,让呢,就是指,嗯,这个,把自己放在最后,称之为让,啊,也叫不争,那么,以天下让,用今天的话说,就是天下,我刚才跟大家分享了,就是说物质和非物质的东西,那么,包括动物,人, 啊,那么,以天下让,就是,把自己放在天下的后面,怎么,具体用现在的话,怎么说呢,就是,能够在这个,呃,为人处事,和这个利益面前,把自己放在最后,啊,那么,总是能这么做,啊,台博这个人,总是能够在,呃,为人处事当中,和利益面前,把自己放在最后,啊,那么,放在最后, 那么,给别人的印象是什么呢,就是,民,啊,无德而成焉,民是指什么呢,民实际上呢,呃,笼统地讲就是人,呃,一个,一个区域里的人嘛,但是这个人和民是有区别的,人呢,是自由的,啊,自己监督自己,就是说,那才配成人,所以我们都是来做人的, 那么,这个民呢,我们祖宗在,呃,写这个字的时候,也知道这个民呢,跟人,呃,有区别的,所以这个民,用民,啊,取代人,是在人的头顶上,啊,画了一个大眼,啊,就意思是被监督的人, 因为需要监督,他才能,呵呵,呃,就怎么说呢,就能成为个人,你不监督他,他就可能,呵呵,呃,做,不是,不做人事了,啊,当然了,这个民呢,那,因为,呃,呃,别人也没法评判,所以,呃,就是说,啊,呃, 犯犯指,呃,是人的人,不是人的人,反正有肉身的人,呃,那么就叫民,因为大家不知道他的境界嘛,那么,呃,呃,无德,无德呢,在这儿,德呢,就是,啊,搞到,哎,我们去打猎,啊,呃,做到猎物,啊,往于,往到这个随产,啊,这个,种庄亚,啊,有收成,那称之为德,呃,呃, 嗯,那么,无德,就是,什么都没有,就,用现在的话,就是,感觉什么都没有,什么也没得到,没有嘛,两手空空啊,无德,称呢,就是,人用收,就是,持,啊,呃,呃,某种程度上讲吧,就是,这个,这个,滴流,啊,反正我们那个,呃,老家的话就叫滴流,就是,滴流着,啊, 那么,呃,称之为称,那么,在这儿呢,指着就是,这种背负,就是说,呢,这个,负担,你,手啊,肩膀上啊,甚至身上啊,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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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承担的,称之为称,那么,在这是说,呢,就是,这些子民,因为只是,只有国军了以后嘛,有国家啊,或者,有什么,呃, 帝啊封帝啊等等有军有王以后 有民嘛 那么在这个军王管理的范围内的这些人 那么 感觉就是背负着什么都没背负啊 无德而成 就是说一天这个负担的感觉都没有 好像什么也没有啊 那么也就是说他让人民感觉 他基本上就不存在 但是他又是存在 那怎么呢 就是老子有个定义 太上不知有知 他为大家去服务 那么把自己放在最后 而做事情呢 肯定又在前面 那么以天下为重 天下苍生为重 那么老百姓呢 感就是根本就感觉不到他的存在 所以无德而成 那么这个人 那么就是孔子用后面这个话就描述了 这个泰伯这个人呢 就是可谓 智德也议 就也 就是一呢 就是完了嘛 那就是成功的做到了嘛 做成了 那么 这一段话呢 笼统的翻译出来 估计就是说 孔子呢 这个也是从文 书上 这个学来的 所以转述给大家 说泰伯这个人呢 可谓已经得到了 总是在为人处事 利益面前 把自己放在最后 那么这个 人民 子民 根本感觉不到他的存在 这个就是 刚才说了 太上不知有知 最高境界 好 这一节呢 就跟大家分享到这 谢谢大家 这一节呢 就跟大家分享到这